今天给大家带来 而这次的特效剑可以说非常之赞 带有紫剑变蓝的效果 在主体介绍之前 咱们还是先把翅膀先拆除掉 换上替换剑后会更方便展示 头部平转会被衣领干涉 低头与抬头效果良好 肩甲带独立可动 上翻约为90度 整地上台轻松超越90度 肩关带有前后拉伸结构 手肘弯曲可达到摸肩 小臂外甲可拆除 拆除后可装备盾牌上去 腰部可360度平转 左右侧摆效果良好 弯腰幅度也很大 前裙甲整块可向前拉出 而侧裙甲则带有多段关节 后裙甲可向上翻 踏步带有拉伸结构 拉伸出来后大大增加了整条大白腿 各种方向的可动幅度表现 大腿膝盖弯曲时会带有联动效果 脚腕外甲可动 而脚掌的可动表现就相当优秀了 接地性十分之强 背包方面 正常情况下小翅膀带有各方向可动 三条尾鱼 每个关节都独立可动 可自由摆出喜欢的造型 把中间的小零件扣掉后 就能安装翅膀特效件了 安装简单但也很稳固 拆掉背部的零件后 对准插上去就可以了 武器配件方面 一个标准的地台支架 一个刚出现过的盾牌 同时也可以安装上特效件成为武器 一把实体大件 并且也可以把剑刃替换成特效件 然后就是两把剑柄 拆除掉尾鱼就能安装上去 实现风铃炼剑的玩法 然后就是一些造型手 最后就是一些变形所需要的零件 那么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来这次曹人的特殊玩法 凤凰形态的变形 完成 看起来感觉还算是那么一回事 真的是有模有样的一个形态 好了 最后还是说几句吧 整体拼装流畅度与敖饼相同 最终的造型 大家也有目共睹 也是蛮帅的 虽然没有敖饼的豪华配件 但翅膀特效件与变形的玩法 也算是一大卖点 那么 今天的介绍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款新品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